6月12号的美朝首脑会谈即将在新加坡拉开帷幕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消息指出 美国官员已经为会议有可能会举行两天做好筹备工作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有信心峰会能开花结果 他透露峰会如果顺利举行 他就将会考虑邀请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飞越10352公里到美国进行访问 但是如果不顺利的话 他则会终止会谈并加强对朝鲜的制裁施压 特朗普透露 双方在峰会上确实有可能会签署停止朝鲜战争的和平协议 目前双方人马也正在商讨此事 他再次强调 结束韩战协议将为世界带来美好的改变 他也强调 朝鲜契合问题并不是一次性会晤就能够全面解决的事 而且美方依然要求朝鲜进行完全可验证和不可逆的契合决心 特朗普终究希望美朝关系可以正常化 但是前提是要等到所有事情都已经完成之后才能够如愿以偿 特经会举行期间 美国对朝鲜依然会持续进行经济制裁 但是不会再使用极限施压的说法 另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前到访美国 虽然试过境迁 但是日本方面依然密切关注在上个世纪发生的绑架事件 也就是日本人被朝鲜特工人员绑架到朝鲜的事 特朗普表示他将在会晤中和金正恩提起这件事 配合峰会进行 新加坡贸公布在6月9号到14号期间 将暂时解除朝鲜人员物品进出口的条例限制 NTV7综合报道